我要死啊 我要死啊 你的朋友啊 男子喝得醉醺醺 对着超商店员大吼大叫 甚至抓起扫把准备打人 你自己要有酒品啊 你怎么不送啊 我买对你啦 没你怕我啊 你叫警察老 你也要撞警察老 要沉吗 店家赶紧报警 男子还踹到店门口脚踏车 砸毁扭蛋机 店员冲上去也拦不住他 男子承修之后随即离去 被砸得超商满目疮痍 第一次固定被拆电了 他说他飞 他男女飞 他说你没有 那我就说 生夜11点 男子喝醉 尽到烧商要买一个纸杯 店员表示没有卖单一纸杯 结果男子突然发飙 拿洗地水泼电源 还砸毁扭蛋机 足足闹了半个多小时 警方根据线索 清晨找到男子 将他带回接讯 有那个妨碍公务 还有窃盗 还有回损的数型 男子市辖区治安人口 多次借酒装风闹事 这次又喝醉杂超商 令店家和当地民众头痛不已 对民众家喜欢我们 FG小组海中报导